Hello,欢迎收听安哥频道 这里将定时和你分享歌手们的歌唱故事 听歌之余也值多点 你知道怀流星乐坛最多的是什么吗? 是情歌 无论是大咖、半红不黑或新人歌手 作品都离不开情歌 只要歌迷动之以情产生共鸣 歌曲就有走红的机会并带动人气 而在这个情歌泛滥的年代 谁唱的情歌最令人念念不忘呢? 答案也许有很多个 但相信多数人都会投他一票 没错,他就是这期的主角 情歌天后梁静如 1978年6月16日出生在马来西亚森美兰州的梁静如 从小就遗传了爸妈爱唱歌的天性 大概三岁起就随着爸妈哼哼唱唱 在爸爸的陪伴下 他唱赢了不少歌唱比赛 甚至很会模仿当时的一些女歌手 像是陈书画、王妃、欣小琪的唱腔 梁爸爸一直有个歌星梦 他把希望放在女儿身上 可惜后来患病 在梁静如还在念高中时就去世了 1996年 梁静如参加海螺幸运奖歌曲创作大赛 当时买下掀起了一阵创作风 许多创作好手都积极参赛 历劫出了山脚下男孩 平冠、戴佩妮、张志诚、阿妮陈静祥和方炯兵等歌手 而静如在那次的比赛中 担任其中一首参赛作品的主唱 夺得了季军 有份在纪念合集中献唱 没想到后来大马滚时 把专辑交到李宗盛手里 还推荐了一些新人的名字 看大哥有没有兴趣栽培 结果大哥只对不在推荐名单中的梁静如感兴趣 还约了他去新加坡试唱 高中毕业后就确定要追逐歌唱梦的静如 刚好遇上这个良机 而他也把握住了 得到一纸合约 在1997年10月 飞往台湾Long State 进行受训和赔偿 可惜过程没想象中顺利 人在异乡除了要适应环境 还得面对师傅李宗盛的严格要求 那年19岁的梁静如紧张又不自信 造成很大的压力 连一首歌都录不好 最后大哥让他回马调整自己 他在大毛滚时 当起了那首走红乐坛的光亮品馆小助理 还去了民歌餐厅唱歌 找回热爱歌唱的初心后 就重返台湾 1999年9月 耗时近两年录制的首张专辑 《一夜长大》终于发行 却因为台湾发生九二一大地震 通告宣传都被迫取消 素质提升没引起太多关注 但在家乡马来西亚却取得好成绩 大家爱上这个仿佛患有重感冒 用浓浓碧音唱歌的新女生 歌曲如大哥填词的《一夜长大》和《对不起我爱你》 光亮作曲兼合唱的《只能抱着你》 还有五月天阿信词曲创作的《彩虹》 都在电台热播 不到一年的时间 第二张专辑《勇气》发行 那时候梁静如在台湾唱片市场 只是个默默无名的新人 专辑推出后 销量毫无起色 没想到 后来凭着同名主打《勇气》 在KTV热唱带动了麦琪 最终在台湾卖出了 20万张的销售佳吉 这首由光亮谱曲 《热夜填词》的K歌 鼓励了在爱里彷徨无助的人 后来更被称为同志哀歌 但不说不知 原来是因为当时梁永琪为了爱勇敢面对外界流言蜚语的抨击 才让作词人找到灵感 歌名《勇气》正是发响自她的名字 勇气 另外不得不提《游州格泰》指导的MV 当年可爱的消暑声一句 为什么不一定要 让人心疼又心动 配上梁敬如深情而坚定的演艺 非常动人 转眼这首歌20年了 承载着虚虚多多人的爱情回忆 随着勇气大卖 梁敬如新途从此大开 成为销量宝镇 并被誉为四小天后之一 与孙燕姿、蔡依林、夏雅璇齐名 1999年出道至今 梁敬如一共发行了13张个人专辑 连同精选集和演唱会LINE专辑 全亚洲销量超过1800万张 成就非凡 他的歌声陪伴了60、70、80后的歌迷 每个人心中都有好几首梁敬如的情歌 2002年2月 第四张专辑《三蕾所喜欢》推出 主打歌《分手快乐》获得空前的成功 令他有了情歌天后封号 人气和乐坛地位更上一层楼 这首安慰失恋好友的歌曲感动了无数歌迷 也让梁敬如在疗愈其情歌上有着重要位置 但其实他在专辑中也有唱甜滋滋的情歌 例如同样大受欢迎的《我喜欢》 和被不少歌迷列为私房歌的暖心小品喜悦 无论是单恋、热恋、失恋或者无人可恋 听梁敬如的歌总会不自觉地被抚慰了 2003年2月第五张专辑《美丽人生》面试 勇气和分手快乐奠定了梁敬如的乐坛地位 而这样专辑则让他开始收到业界认可 在第15届金曲奖入为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 以及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 首都稳鼎金曲歌后最终输给了王菲 后来评审团公布投票过程 他在第二轮只输一票 直到第三轮才败下阵 虽败有容 专辑收入了两首大日主导 包括由新阿波金牌组合 小韩及黄运人词曲的《为我好》 和李宗盛用另一角度书写小三的《第三者》 这时期的梁敬如歌艺渐渐成熟 放眼怀于流行乐坛 他独特的音色是别人模仿不来的 同年发行首张新歌加精选集《恋爱的力量》 两首新歌《Fly Away》和《听不到》 继续在电台热播、KTV热唱 但在台湾地区就热买30万张 全亚洲销量突破百万张 2004和05年 梁敬如分别推出了燕尾蝶 《下定爱的决心》和《思路通往爱的旅途》 让他连续三年入围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 其中很女王范的燕尾蝶 以更多元丰富音乐风格及出色演绎 让他孙燕姿激战三轮 最后以一票影恨金曲歌后宝座 专级曲目如五月天阿信创作的《摇滚风》《燕尾蝶》 清新温暖的《宁夏》 管启人填词的《分手情歌》《接受》都很受欢迎 至于《思路》这张告别滚石之作 则有传唱度非常高的《可惜不是你》 以及王力宏和阿信联手创作的同名主导《思路》 2006年 梁金如加盟详细音乐 这段期间他的音乐作品更为流行 随手拈来就有《清清暖暖》 周董少有的词曲创作《诗意》 神奇珍填词的《小手拉大手》 同学冰谱曲的《优质佳作崇拜》 《C'est la vie》让无数人哭红了眼的《会呼吸的痛》 纯粹却指导人心的《情歌》 《没有如果》 《别再为它流泪》 《属于》等等 甚至是离朝后收入在《新歌加精选集》里 由陈珊妮此曲的《比较爱》 水准都相当稳定 歌曲抚慰了很多伤心的人 2010年 梁静如的人生迈入全新阶段 历经结婚 生子 离婚 这十年间也只发了三张专辑 对他而言 每次筹备专辑都是一次创作 虽然他只负责演唱 但不等于编剧做好 就直接进录音室 唱那么简单 他需要沉淀 也很认真看待 交到他手里的每一首歌 或许有人会说 现在已经不是梁静如情歌称霸的年代 但不能否认 出道21年的他 唱过无数筷智人口的佳作 而今年的《爱酒见人心》 《我好吗?慢冷》 依然唱进大家的心 梁静如的情歌就像是一瓶红酒 时间越久越相纯 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先炙热的却先变冷了 冷热的 青年的歌手分享就说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和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欢迎大家留言 对节目做出评价 或者推荐你想听到 哪位歌手的故事 另外麻烦大家也去follow 支持一下安哥的IG 谢谢收看 我是飞比安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